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先说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讨论一个话题 是关于法国人臭不臭 你觉得呢 法国人应该有点臭 因为是这样子的 我在没有来法国之前 每个朋友都跟我说法国人他们很臭的 他们有糊臭 所以才有路易十四发明的香水 是不是 是的 香水的来源也是因为 你们很臭不洗澡 是的 到底臭不臭呢 我们来伸掘一下这个话题 所以你臭吗 我不臭 我真的不臭 隔着镜头有一股味道 每个法国人洗澡 都洗澡 确实我觉得你们是发达国家也应该洗澡 但是我们都喜欢香水 嗯香水 法国有很多香水 所以我们都买香水 我们都喜欢香水 但是中国人也买香水啊 可是没有人说中国人臭 为什么呢 那个我先说一下这个故事的来源啊 就是因为香水它最早的来源是 好像是14世纪吧 拉丁语 用拉丁语来说好像是 perfume 就是通过那个烟雾缭绕 然后产生的一种香薰 然后所以最早的刚开始呢 大家是用那个香薰和精油 来使的就是 东西防腐了 然后增加魅力 所以很多人都会用香水 然后到特别是路易十四的时候 香水在法国 以及全世界就是民生大政 为什么呢 这个皇帝他特别的不喜欢洗澡 然后他又很喜欢自己香香的 所以他发明了香水和高跟鞋 真是一个有特殊爱好的皇帝啊 还是太阳皇是吧 所以路易十四呢 他发明了这个香水之后 所有的贵族也跟着他享用香水 那么英国人呢 其他国家人也跟着他享用香水 一直到现在大家都觉得香水 是一件高雅和高贵的事情 但是法国人真的臭不臭呢 是真的是香水是用来掩盖糊臭的吗 小金毛都给臭答案是不是的 但是那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用香水呢 每天出门前就要这样 我们每天洗澡 我们每天喜欢用香水 每天出门的时候都会用一下香水 所以法国人应该都不臭哦 所以香水并不是用来 真的就是在现在的话 香水并不是用来掩盖他们的糊臭的 大多数男人也没有糊臭 我觉得可能运动会有一点味道吧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不臭的 所以有很多人在没有来法国之前 就会问我这个问题 说那么法国男人是不是真的都有糊臭 女人都有糊臭 所以用香水来掩盖呢 那是不对的 对吧 不对的 好的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们很喜欢我们呢 请点赞 如果你们非常喜欢我们呢 请关注我们 谢谢 希望下次再见 拜拜 好香 诶?在干什么? 诶